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大开幕后 即对外报道 1956年的八大对外报道了各项决议 1969年九大延迟公布了开幕消息 但发表了新闻公报 随着党代会机制的日趋规范 特别是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后 信息发布也更加公开透明 在这样的一种背景之下 中共十二大上时任中央对外宣传小组组长的朱慕之 成为党代会历史上第一位新闻发言人 之后党代会新闻发言人这个制度就形成 并一直沿用至今 感谢专家的介绍 除此之外 中共党代会对外公布信息的渠道还有许多 并且日趋多元 比如从党的十三大开始设立的大会新闻中心 已成为中共党代会的重要信息发布窗口 十四大至十九大 新闻中心通常会举行四至六场发布会或记者会 主题丰富多样 涵盖经济体制改革 党建等 十九大时 新闻中心还首次开设了微信公众号 记者可随时接收新闻中心发布的大会议程 动态 公告 通知和相关信息资料 再者是开放团组 十五大起 部分代表团组讨论开始对中外记者开放 十六大时 中央国家机关代表团首次开放 十七大 十八大 十九大时 开放的代表团组数已达三十四个 中外媒体都可以去开放团组旁听 并就自己感兴趣的问题提问 建政党代会从我说你听到你问我答 而在五年前 十九大时在人民大会堂首次开设党代表通道 大会邀请中外媒体与十九大代表面对面交流 为外界更深入了解中国搭建了很好的平台 成为党代会信息发布的又一重要渠道 百年大党将再次站在世界的聚光灯下 相信在二十大时间里 一条中共的信息长廊将面向世界再次铺展开来 欢迎您继续关注二十大 了解中国 了解中共